整个六月即将过去了,美伊两国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一丝的缓解,甚至是愈演愈烈。 在接连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后,美伊两国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美国方面也试图采取各种方法来对付伊朗。 起初邮轮预袭事件发生后,美方就宣布,再向中东地区征兵千人,试图以此来对伊朗进行施压。 然而,不仅没能打击伊朗,美国反而迎来了本国无人机遭到伊朗导弹击落的讯息。 显然这一讯息,彻底激怒了美方。 无人机遭到击落后,美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动作,从最初的直接否认到主动承认。 在到后来的特朗普宣布向伊朗开战的讯息后,又取消采取这一行动。 最终美国方面选择了采取网络攻击的方式,对伊朗进行打击。 在宣布对伊朗采取网络攻的同时,特朗普方面表示,将会对伊朗实施重大额外制裁。 不过虽然取消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,美国方面仍频频传出,军事打击仍然是一种选择。 但与此同时,美国方面又称愿意无条件和伊朗展开对话。 显然美方是故技重施,试图再度采取软硬坚持的方式,来对付伊朗。 在美方动作不停的时候,伊朗军方却对美方发起了强势警告。 据媒体方面报道称,近日,伊朗军方警告称, 一旦美伊两国之间的局势失控,那么将会威胁到美军的生命。 伊朗还表示,因为美方的干涉主义政策,以及一些已知国家的挑衅, 要么所有人都走在稳定的道路上。 要么所有的海外地区,陷入不稳定和战争之中。 伊朗军方的此番言论可以看出来,伊朗这是在警告美方, 不要再有任何越界的行为。 一旦美方采取一些有损伊朗利益的行动, 那么伊朗不仅会反击, 很可能还会引发地区性战争。 不仅仅是美方, 伊朗此举也是对美方在海湾地区盟友发出的警告。 在美伊两国之间的矛盾中, 从击落美方的无人机开始, 再到如今发出强势警告, 伊朗已经渐渐地开始掌握主动权了。 而特朗普方面, 显然是因为十分清楚, 伊朗不好对付, 才会在开战前, 取消对伊动武的决定。 如今恐怕美方更加意识到伊朗是一个极难对付的国家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 美方主动发起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。 那么, 美方可能又要高举谈判的旗帜了。 只是美方若是不做出点改变。 相必, 伊朗连谈判都不会答应。 美方在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, 恐怕压根没想到局势会如此发展局面。